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之间的差异在于 绝对误差是精确值与其近似值之间的差 而相对误差是绝对误差除以精确值 绝对误差是精确值与其近似值之间的差异 例如,如果精确值为4.53厘米,近似值为4.5厘米 则绝对误差为0.03厘米 相对误差是绝对误差除以精确值 例如,如果精确值是4.53厘米,近似值是4 近似误差的一些常见原因包括 1.计算机精度和测量误差 正如输入中提到的,一张纸长4.53厘米 但尺子只能估计到最接近的0.1厘米 2.演算法的数值稳定性 如输入所述,演算法的数值稳定性描述了演算法初始步骤之一中的错误 如何影响演算法其他部分的错误 3.不准确的数据 不准确的数据可能导致不准确的近似值 数值稳定性是指尽管存在舍入误差 阶段误差和其他形式的数值不精确性 演算法仍能产生准确结果的能力 演算法的准确性受到演算法的数值稳定性的影响 因为数值不精确的存在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 例如,考虑一个计算数字平方根的演算法 如果演算法在数值上不稳定 则由于舍入误差和阶段误差的存在 结果可能不准确 有多种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近似误差 包括 1.提高测量精度 确保测量尽可能精确有助于最大限度的减少近似误差 这可以透过使用高精度测量工具 例如卡齿和直齿或透过多次测量并对结果取平均值来完成 2.提高演算法的精确度 提高演算法的数值稳定性有助于最小化逼近误差 资料值近似误差在数值分析领域的重要性在于 它提供了给定数值方法或演算法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的测量 此误差可以用来评估演算法产生的结果的准确性 也可以用来确定演算法是否数值稳定 数值稳定性是指 即使输入资料稍微不准确或不精确 演算法也能产生准确结果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